本节目由Chase大通银行赞助 各位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天天话题之财经专栏 2016年10月1日 中国人民币是正式的成为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特别提款权SDR的组成货币 不仅象征了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里程碑 同时也为人民币挤身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跨出了第一步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继续为您邀请到的是 我们的老朋友特许金融顾问陈冠宇先生 陈先生非常欢迎您 爱妮你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陈先生其实提到人民币入栏这个大的消息 基本上是这个周末的一个非常大的重磅消息 我想在目前这个情况下 我想请您帮我们大概谈一谈到底SDR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它的作用又是什么 这个SDR它的英文全名叫Special Joint Right 也就是说特别提款权 它是由国币货币组织基金组织IMF在1969年创办的 那为什么当时他们创办这样的东西呢 主要就是为了替代所谓的黄金 因为当时一般早期的时候 各国之间的汇率汇兑的基础在于这黄金储备 我们所谓的金本位 但是随着全球的贸易或交易产越来越大的情况之下 黄金储备事实上是不够用的 所以当时他们就想要找一个替代方式 但是也不能用美元作为一个单一货币作为这样的一个储备单位 所以当时IMF就发明了这个方法叫做特别提款权 那基本上所谓特别提款权就是说 它并不是一个真的货币 它只是说把世界上主要的这个 他们认为比较保值的货币 主流货币加权在一起 然后成为一个所谓的货币单位 那所以在俗称上面呢 就是这个叫做纸黄金 也就是说他们这个变成说 只要是SDR的话 就是所有IMF的各国成员都认可的一个储备的一个资产 那你可以在自己的账户上有这样的一个SDR的一个组成单位 那这SDR的作用是什么 就是说你可以拿来去偿还 你跟国际货币基金会所借的贷款 然后或者是呢 必要的时候你可以拿这个SDR单位 去兑换这个你需要的货币 所以基本上它是一个记账单位 但是呢最大的象征意义是什么 能够进到SDR这样的货币的一个 必须要是一个主流地位的货币 而且呢必须在国际的贸易市场上有一定的影响力 所以目前在人民币还没加入之前呢 大概有四种货币是这个SDR组成成本 有美元有欧元有日元有英镑 那呢比较特别是这个人民币 从10月1号正式加入之后呢 它一进来就是己身为第三大 就是说它把日元跟欧元的 日元跟英镑的地位呢 排起来到第三大 大概占10.9%左右 那仅次于美元跟欧元 所以象征的代表说是 中国人民币在这个世界的货币的发源权跟地位呢 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肯定 是是陈先生就像刚才您介绍的 是不是在这个中国人民币在加入了这个入栏之后 是不是代表着可以正式成为国际的这个流通货币了呢 事实上我们觉得这一步还有一段路要走 对那但是加入SDR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那SDR一旦加入之后就代表说 它被全世界公认认为说人民币是一个主流的货币 那事实上人民币早就具备主流货币的一个资格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现在是全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 然后呢它是第一大的贸易出口国 那它本身的人民币也是全世界第四大的一个支付货币 然后包括融资方面呢 这个贸易的融资方面 很多部分都是用人民币 所以人民币事实上早就具备这个资格 可以成为这个SDR一部分 可是为什么一直等到今年呢 事实上在2010年的时候 因为IM是每五年去调整这个SDR去review 在2010年的时候中国曾经抢要闯关 但是呢有一个资格不符合 就是当时认为说人民币的自由兑换还不够 所以从2010年到现在为止呢 中国政府做了很多努力的工作 包括呢允许世界各国央行跟各央行之间 可以自由兑换人民币 然后呢甚至开放它本国的债券市场 就是要鼓励这个国际间对于人民币的接受 但是呢目前我们看到的情况就是说 现在人民币在全世界外汇储备当中呢 其实占的比例很低 还比不过加拿大币 它只有1%左右 只有1%左右 对 所以等于说全世界各国呢 对于人民币呢 这个接受度还很少 就是尤其是这个政府的这个储备单位还很少 但是呢一旦加入SDR之后呢 这个这个里程碑会推波助澜 就是帮助这个人民币成为国际间所认可的 这个主流的储备货币 所以呢会越来越多国家开始采用这个人民币 对但是我们觉得还有一段时间要走 因为相关的配套措施跟机制 还不是那么健全的情况之下 这些国家的这个投资人的机构投资人还会管网 嗯 是也就是说其实这个人民币入栏之后 只是我们这个刚刚入门 接下来其实还是有一段时间要去推广 要去完善的还是有一段时间要去慢慢的去推行的 对 就是说如果你要成为一个主流货币的话 那基本上就是说你要让大家觉得使用起来很方便 然后可以所以刚刚就是说所谓的可以自由兑换 那可以自由兑换的概念就是说 像我们现在看到的日元或者是欧元或者是美金 你到世界各国去的时候你很容易自由兑换 因为接受度很高 那是因为在背后的银行机制里头 都有大量的这些货币的储备 所以你很容易兑换它 你的成本也比较低 但是人民币目前还不是 但是所以人民币现在中国政府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动作就是在各个国家都要设立 这个所谓离岸的这个人民币结算中心 就是要帮助这个人民币在世界各国兑换更方便 这也是它能够达到今年能够顺利路燃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是是其实听到这里 我想可能我们很多这个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可能会想说 其实这个人民币在加入这个SDR之后 对于本身的这个老百姓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想可能很多人会担心说会不会在路燃之后 人民币的这个汇率会开始往上会变会变高了呢 对这是大家很关心的问题 就是为什么因为实际上手上的硬资产就是人民币 那人民币如果顺度加入的话 就是说按照正常的发展程序来讲 的确就是说民众在使用人民币在海外购物方面会很方便 就像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 就是说比较类似的亚洲国家就是像日元 日元现在也就是所谓的SDR的一个一份子 那日本人事实上是可以拿着日元到海外去购物的 为什么因为海外购物的话 他们用日元结算的话 当地的厂商很容易就可以把它换成本国的货币 所以他们直接可以拿日元到世界各国去买东西 甚至做投资甚至做一些企业并购都是可以用日元做结算单位 那其实将来人民币的发展也会往这个方向走 也就是说中国人到海外购物它就不需要急着换当地的货币 它甚至说直接用人民币去支付 那当地的厂商或政府都会接受 是是这样其实听上去的话 未来可能会变得非常的方便 那我想如果在目前为止的话 如果说是手上有大量人民币的这样的一个投资者 应该怎么样来规避风险呢 事实上我们现在看的就是你刚刚提到 就是说人民币一旦入燃之后 将来它的汇率会怎么走 那我个人看是短期短多利长空 短空长多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人民币目前来讲 主要的汇率还是在中国央行的控制之下 那但是一旦入燃之后 它就有个压力说必须让它更自由的兑换 那可是目前中国的情况是 因为中国目前国内的货币增发总额是比例相当高 比如说我们看到国内现在的房地产价格是节节攀升 甚至他们说已经达到了天价的地步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事实上我个人认为 从现在开始到明年6月左右 人民币会有一波的贬值 而且贬值的幅度可能会来得又急又快 那理由是什么 因为理由一旦人民币要成为一个国际自由兑换的一个货币之后 那事实上人民币可以大量的在国际之间流通 那国内的资金就会出来 那国内资金出来呢 那中国政府为了要保持这个人民币的这个控制它的速度 它唯一的方法就是放手让它先贬值 贬值之后呢 资金外逃的压力就不会那么大 所以我个人看得到现在从10月到年底 甚至到明年6月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到人民币的汇率走向 那回答你刚刚问题 如果说今天投资人在中国有大量的这种人民币的资产的话 最好的方式就想办法把它兑换成外币 那不管是美金 日元 欧元 想办法把它兑换成一定程度的外币 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可以避开这个贬值的风险 是 是 非常感谢陈寅先生跟我分享这么多好的资讯 那我们先绣下今天的广告 广告过后呢 我们再来继续今天的天天话题 不要离开 本节目由Chase 大通银行赞助 感谢回来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为您邀请到的是 我们的老朋友特许金融分析师陈冠宇先生的来谈一谈 在人民币加入SDR之后的一些注意事项 那陈先生非常欢迎您 那刚才您是大概帮我们介绍了有关这个 所谓的SDR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以及这个人民币在加入SDR之后 可能会有的一些这个相对的影响 那我想接下来呢 请问您的是 其实在这个本周六这个注冒消息推出之后 我们都可以在各大新闻上面看到一个很大的标题 写的是说 现在大家可以用人民币来去购买房地产 这个消息是不是属实呢 事实上还没那么快 就是说 为什么刚刚说 我刚刚说的就是说 其实现在人民币在全世界的 那个外汇储备当中只占百分之一 然后呢 很多很多地方还是没有办法 把人民币当做一个主流的一个储备货币地位来看 目前还没有 市场还没有 但是呢会往这方面发展 那目前来讲如果说用人民币去买房地产来讲 实际上还太早 为什么你要想想看说 美国的卖家拿到人民币之后 这么大量人民币 还要怎么去市场上兑换 因为它还是需要美金 那必须后面有银行之间的这个清算 还有这些配套措施做 那这个不是只有一个交易而已 是整个游戏规则要很清楚 那在这方面的话呢 那就必须要有一个相对的配套措施 包括甚至到该国政府的银行级别的这样一个交易的程度 那目前看起来中国政府往这方面推进 但是还没有 那可是如果说依照我们的推算的话 如果说按照正常的程序走的话 大概在2025年左右 大概就是说如果人民币按照目前入栏的这个百分比百分之十左右的一个进程的话 如果2025年这是按照汇丰银行的一个预测是说 那全世界各地大概也会有这样一个各国也会把人民币当作百分之十的储备货币 一旦到那个地位的时候 你刚刚所说的用人民币直接购买当地的这个不动产就不是问题 因为可以很自由的交易 因为它也是等于说人民币像欧元或像日元或像美金一样 是一个自由兑换的主要货币 那这时候就可以用人民币在全世界各国购买或投资 投资人所要的东西 所以差不多还要再等待九年左右的时间 对 但是我们可以看说亚洲国家 因为它现在跟中国的经贸比较发达 事实上在亚洲国家或东南亚国家来讲的话 事实上人民币在当地已经非常非常好使用了 就是说你直接用人民币 那他们直接因为当地的贸易往来的密集程度比较高 但是如果你说到欧洲到美国 那这部分的话人民币毕竟现在还没有 对 是 是 我知道说刚刚您提到说 其实虽然现在可能离这个购买房地产 或者是购买这个车子可能还有一段能距离 但是其实现在对于很多学费的这个角色 是可以用这个人民币来支付的是不是 对 事实上这个我刚刚说这个人民币被国际化的话 已经是一个大势所趋 所以在今年八月份的时候 就是万事打卡就是Mastercard 他们宣布了一个服务 就是说中国的父母呢 如果你要支付美国子女的求学的费用的话 以前你是要换成美金 然后再打到美国的学校的账户 但是会有一个问题 如果你是读这种私立的学校的话 你通常学费 个生活费就很比较高 那可能就超过来中国政府 这个一个人五万美金的这个额度 所以你就可能要找亲友一起汇 那万事打卡是看到这样的商机 他们推出一项服务就是说 让中国父母在中国直接用人民币刷卡 哇 这样太方便了 刷卡他当时用当天的汇率帮你结算成美金 然后到美国来之后 他自动帮你换成美元 那为什么他敢这样做 就是万事打卡后面 已经有一套这样的一个 人民币结算成美元的这样清算中心 那事实上这个就是第一步 我们刚才说 人民币变成全世界所接受的一个货币单位 那你可以用人民币自由的在市场上付学费 那对中国父母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好消息 因为方便 方便 真的是方便 是 是 是 其实谈到这里的话 我想请教陈先生一个问题 可能针对我们很多投资者 在人民币加入SDR之前 可能大家会察觉到一个现象 也就是说中国政府开始购买黄金 然后抛售美国的公债 这个现象 能不能请您帮我们分析一下 会不会有一定的连带效应呢 是的 事实上如果 因为很特别的几个消息 在去年跟今年大家都观察到 第一个是去年六月的时候 中国政府开始公布它的黄金储备 也就是说中国以前历史上从来不公布 它有多少黄金储备 在去年六月的时候正式公布 那其实这个动作就是为了支撑 国际对它的人民币的一个 币值的一个信任度 那我们从去年六月的时候 我这边有个数字 从去年2015年六月的时候 发布黄金储备 那在过去到六月到现在都14个月 它增加了175吨的黄金 大概占全球的黄金储备的增量的48% 48都被中国买走的 那这就是为了要支持 但是这个比例来讲 事实上还远远落后 就是说它还站在整个中国的储备当中的比例 黄金还是相对的比较小 但是为了支持这样的购买黄金 那中国政府也大量抛售美国公债 它在今年的时候 它事实上的公债 持有美国公债比例是降到 三年来最低的一个水平 那事实上在市场上会有这样引发 这样的疑虑 就是说会引发羊群效应 就是世界各国跟着抛售美国公债 那目前看起来还不会 为什么 因为欧洲现在有欧洲的问题 那所以现在世界各国 还是拼命抢买美国公债 所以这样的一个负面效应 目前看起来不是很明显 是是 那我想在最后能不能请 陈先生给我们的这个投资者的 这样的一个朋友一些好的建议 也就是说在这个人民币 加入SDR之后 有没有一些这个需要注意的事项呢 所以现在特别要注意的就是说 因为一旦加入SDR 就代表中国政府对它的 这个中国人民币的货币市场 这个要更加的开放 所以呢它很多数据啊 很多交易的资金都必须对 世界各国公布 这样才会引起世界各国 对人民币持有这个 做一个主要货币的一个信心 可是目前中国是属于一个高负债的情况 那我们也看到中国的这个资产也呈现一个 尤其房地产呈现一个非常高价的情况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持有目前去持有人民币不是一个明智之举 就像我刚刚说的它会贬值 尤其在明年六月之前可能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贬值的动作 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去抢买人民币 因为它入了SDR之后 你就觉得它很有价值 这个就不是很好的一个一个民智之举 嗯 是是是 今天非常感谢陈仙人跟我们分享这么好的资讯 那同时呢非常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